从不吃回头草的三个星座,一个果断,另外两个是固执一段感情,不管当时两人有多相爱,感情多好,如果两个人不好好的经营,总是放着一方不管不顾,或者不感激对方的付出,把对方做的所有事都当作理所当然去享受,久而久之的两个人的感情就会变爱,就会有矛盾就会走向分道扬镳相望于江湖的地步。 到时代后悔再怎么修复都不会回到原样,那么在感情中哪几个星座不喜欢吃回头草,走了就不会回头呢? 一,金牛座,金牛座是头固执的老牛,什么事情一旦自己做了决定就不会更改,愿你随便说都会无动于衷,不会有任何改变。 平时的他什么都好说,也是个非常热心的星座,更看似什么都不在乎的他们,你一旦触碰到他们的底线他们就会变得疯狂,立马跟你发连,之后就再也不会理你,任你怎么说怎么挽回,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决定。 二摩羯座,摩羯座是个很极端的星座,非常的固执,什么事情都要有个,是非对错和强弱的答案,不然就会不依不饶,但抓着同一个问题与你纠缠不休。 如果什么人一旦让他伤心透顶,就绝不会再回心转意,那时任你做的再多,他都不会再对你有任何感觉,完全可以把你当个陌生人,绝不是装出来,而是真的会把你放下。 再多的感动也好他们不会让自己步入同一个错误的坑,摩羯座和你好的时候会很好但是一旦走了,那你就不必再挽回了,因为改变不了任何的东西。 三,水瓶座,水瓶座的情商和聚商都很高,在感情或者是工作都非常地顺利,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很容易就可以解决。 水瓶座生活也非常的喜欢自由过得也是非常洒脱的一个星座,而且也很规察言观色,对周围的人际关系都处立得很好,处事也非常果断,一旦决定,那就绝不会回头。 毕竟对于他再找一个也不难,茫茫人海中我们能相识相知不容易,在一起实际的要好好珍惜彼此,少一些心眼多一些真诚,少一些虚情多一点真心。 不辜负爱你的人,爱的时候全心全意,不给彼此留任何的遗憾,但如果到走不下去的时候就不要纠缠,如果一个人决定要去任何挽回也无济于事。 你死守着不放不甘心的,除了把自己的尊严拿来给人践踏掉,其他的什么也不会改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